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大家好 我是宛如 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四 我们在礼拜四的节目会每个月有一次的时间 会跟独立评论在天下连线 来谈谈他们在最近有哪些有意思的文章 最近台北天气很冷对不对 但是看完这两篇文章会觉得心里暖暖的 到底是哪两篇呢 等一下我们会在一整集的节目 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所以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受访者 也就是独立评论在天下频道的总监云章 云章你好 宛如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这真的是两篇看的我都觉得很感动很感动的文章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晚上听众听完之后 也会觉得跟我一样有感 首先是什么文章呢 这个标题就做波士顿新市长台湾孩子 吴敏冒号 就吴敏说 移民家庭和职业妈妈的身份 让我想做好公共服务 好 这是第一篇文章 我们今天节目上班呢 会专门针对这个吴敏 好 这个11月2号 刚刚当选波士顿市长的这一位新市长 来做比较深入的讨论 所以云章姐 这吴敏 很年轻耶 只有36岁 我看到他当选的那一个晚上 那个讯息发布出来之后 好多人就说 哇 就是有一种台湾 或者是我们华人社会的一种惊叹跟赞叹 不只是他的年纪 也包含他的家庭啦 也包含他自己对于治理一个城市的一个理念嘛 对 其实他的历程的确是蛮传奇的 就是他今年很年轻才36岁 那并且其实他这一次打破的这个记录是 因为波士顿在200年来 从来没有过女性以及非白人的女性之症这样的传统 对 有色人种 我们如果说华人社会在美国 其实真的还蛮辛苦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下 这两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闻是说 华人被歧视啦 然后被甚至暴力对待 好 你打断了你 所以这个非白人能够当选波士顿的市长是不容易的吗 是 这其实就象征着 也可以让我们理解 就是非常多的白人也支持他 当然他的这个历程 这个过程他前面其实也做过议员 然后也做过议长 所以应该是说他非常年轻就才政治 先说一下他的背景 他的父母都是来自台湾 那可是他自己是在芝加哥出生的 一开始很多人就会说 他其实跟台湾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是在美国出生 他是美国人 那这样说其实也没错 可是实际上他自己说过好几次 他跟台湾的连结 所以说他是台湾的女儿其实也并不为过 那只是说你可以说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很美式的 但是他非常聪明的应该融合了这个台湾跟美国的文化 然后让自己可以在整个从政的路上 还有包括自己求学的路上 其实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对这个华人就是台湾人第二代 我们在美国的成长 当然马上刻板一下就说 你一定成绩很好 然后当然吴米也是 他念了哈佛大学 这一路平顺 看起来就是一个在学习表现上很优异的小孩 可是我看这篇文章也才知道说 其实他的这个家庭环境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含金汤匙出生 他的父母移民到美国去 其实还蛮辛苦的 还甚至要拿救济金过日子的 就是他自己的说法是 他父母亲是来自台湾的移民 而且刚到美国的时候 其实他们不太会讲母亲 甚至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们生活那样子的一个区里面 父母其实工作都很辛苦 所以他就说他小的时候 常常需要替父母做翻译 对 然后他是在郊区长大 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因为主要是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 所以他们其实常常也需要 拿一些社会救济金 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过日子 他后来在大学的时候 他父母离异 而且那时候他母亲 因为后来是因为思觉失调 症的关系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所以他后来甚至得搬回家 去照顾妈妈跟他的妹妹 所以其实是因为照顾家人的 这个转类点 然后让他看起来本来是 一帆丰盛的这个前途 然后突然之间又好像又被打到了 另外一个地方 那他也因为这样开始 大量的接触到 他可能需要去寻找一些社会资源 一些救济相关的服务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我们的政府好像提供了很多的社会资源 社会安全网 可是实际上真正需要的人 并拿不到他 或者是你中间有非常多的困难 那这件事情让他后来 这其实是让他开始意识到说 他除了照顾家人 其实也有很多人跟他有一样的状况 那他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 后来他是为了要就近照顾家人 他就回到芝加哥去开了一家小茶馆 就是他想说做一个小生意 然后一方面可以照顾母亲 可是后来也发现 就是在那个整个申请经营的过程当中 他又发现这个中小企业主在各种检查许可 还有这个部分 其实让他觉得 哇 这个官僚体系让他好痛苦 然后小企业主的生存很困难 所以其实他很有任性 他后来就觉得说 好 那我要了解 这个社会体系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他因为这样而进入了哈佛法学院 是辛苦是坎坷甚至挫折的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被打倒 他甚至说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官僚体制 最后改变了他这个转捩点 这个去参选成为 先从地方民意代表开始做起 我觉得在文章里面有一段话 很让我印象深刻 他谈到说他服务 公共服务的初衷是什么 他说呢 说正确的话 维持政治正确的公共项目是不够的 要尽可能的消除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和需要帮助的人民真正连结在一起 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经历 你怎么知道 永远是这个同温层 政府跟人民的gap 这个差异是存在的 其实官僚体系上来 其实我认为在任何国家都是 就是说官僚体系 他常被批评他不接底气 那的确很多需要的人民 他不见得可以得到 那这里面绝对是跟设计的思维 就是在设计这个公共服务的思维 是谁设计的 谁提供服务 然后谁在使用 设计者他一定不是使用者 就是这里面还是有些阶级的问题 需要被看见 那所以我觉得五米的优势 是在于这里 就是说他出生于这样一个 比较辛苦的阶层这样的家庭 可是他靠着他自己的努力 这也是美国梦的一环 就是他应该也是得到了很多奖学金的资助 说他进到了很好的学校 然后他理解了说 在这样子的社会里 主流的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那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如果要得到这些资源 我们中间中间到底 那个落差在哪里 那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所以他的从政事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而且我相信他的故事是很多人愿意投票支持他的原因 但他也展现出了他的才干 然后他不断的去说自己的故事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蛮动人的 就是说他把家庭的故事说出来 那他其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明白 就是说他和他的家人和许多人在美国的社会中 是如何的被忽视 不被听见 然后他觉得他们是孤独 是无形 是无能为力的 你也可以想象 因为他们就等于是只有一家人到美国 所以他们在美国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说他是无依无靠的 就是当父母的婚姻破裂 那他跟妹妹两个人 其实的确真的就是呃 呃呈现一种好像孤儿的状态了 因为父母亲已经无力支持他们 那怎么样活下来 然后他可能也可以把自己这样子的精力 去投射到其他的像是无家者 像是其他的更辛苦的阶层 他们是不是在就算在自己的国家也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外来者 然后是一个不被看见的人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政策跟民间的落差是存在的 就是需要有一个在中间的桥梁能够缩短这样的落差 而不是我们知道或忽视这样子的落差 那无敏他就是那个积极的那个元素 他就在里面不断的搅动 所以我在里面除了他的原生家庭的故事之外 也看到他从政之后当民意代表之后 在市政厅他经常带着两个儿子一起上班 哇这就又有人觉得说嗯很不一样耶 因为当了母亲你有太多的包袱跟责任存在 甚至可能就有人说那你干脆回家照顾小孩吧 不他是直接把孩子带着去上班 很非典型的职业妈妈 但是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他 对其实我觉得这几年 我们在乌美的蛮多女性政治人物身上 看到了这样子的特质 就是他们很刻意 就很多人会说 拜托如果连他这样的人都没办法请保姆 那我们其他人该怎么办 对就说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是在作秀还是怎么样 那实际上我自己在看 我会觉得这反而是 这一代的年轻的女性的一种勇敢 就是说他们不会觉得 要展现出自己很专业很精英 然后所以他就是全新的投入工作 而不在乎家庭或者是他的家人是隐形的 那像他会把自己的儿子 两个带着一起去上班 不过你看这个叙述里面 他就是说他都是要搭地铁 然后带双人婴儿车上车 那你可以想象那个是很幸福的 对可是其实他是要把他们 也带到那个市政厅的托尔中心 就那个地方可能有现场服务 就是有托尔服务 所以这也许算是某种程度的进步 但是美国是没有带新的育婴价的 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可怕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欧洲很多国家 他甚至是给你一年两年的这个育婴价 然后八成的薪水 那台湾是有大概是有八周左右 所以其实吴米他出来提到的 就是说他的政策里面包含 他希望可以提出这个带新育婴价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法令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有 连越南你说这种发展中国家 其实也是有的 越南有六个月的带新育婴价 对那他自己在刻意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刻意 自己作为一个职业母亲 然后他也在这个育婴的过程当中 等于他也在理解法令如何支持 像他这样的母亲 或者是社会的种种限制 如何让他们很有挑战 所以呢就是 其实吴米的这个政策里面 就是他包含他提的 不是只有就是自己生的小孩 可以有这个带新的育婴价 他也甚至就是在谈说 我们在这个同性伴侣 他可以在孩子出生或收养之后 他可不可以有 那他就说他其实选择 把育儿跟公共服务融合在一起 就是他带着小孩去上班这件事情 让他更好地去思索 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更有自信的母亲 和一个更好的立法者 我看到好多次他的影片 谈到他用多种语言 强调了一句话 中文他说 这些都可以成为现实 哇就是你会觉得说 其实在这个城市 他会成为一个 至少他的理念当中 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波士顿 他是可以欢迎 把这里当成家的一个城市 所以 我们这个阶段最后来谈说 那到底我们台湾 为什么要来关注五米呢 当然除了说很开心 因为他是跟台湾 有连结的第二代 然后呢 他也是打破了波士顿市场 白人男性 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 跟长久的历史 可是我们的启发会是什么 这个作者在谈 就说谈这件事情 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 他觉得有一个角度是 我们就是 因为作者现在人也在美国 他现在也是美国的新著名 他结婚 然后成为美国人 然后他就说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已经不适用于 台湾过去的蓝绿框架去看待 美国现在在台湾的 美国的在 所谓的台二代 他就说 因为这些台二代 其实都已经是美国人了 所以就不要再去 他效忠的是美国 还是效忠台湾 那可是他认为说 我们好好支持 这些台美关系友好 跟台美人 就是社团亲近的台二代 对于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其实是会很有帮助 而且他对于台湾 更多台湾孩子在国际上 展现光彩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有利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他有提到一个 就是不断的去跳脱 这个家庭跟社会的限制 就是五米的成功 其实是很多 亚裔孩子的成功 就是他们会看见说 其实在美国的亚裔 常常就是你看到的电影 或你周围的人 失误广告什么的 都是白人为主的 你很少看到亚裔 或者是华人 五米的这个当选 让很多人会觉得 就是即便在这么 辛苦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被看到了 那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有足够的任性 然后你会看见一些 不一样的人 而且这种不同的角色 这种多元的亚裔的角色 其实也会让 其他的这个台湾的孩子 可以对未来 可以有正面 更多元的想法 好 其实更多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 独立评论 在天下这一篇文章 其实看了好多地方 会触动你我的心 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时候 先休息一下 下个阶段 我们要分享第二篇文章 就是 我的黑手父亲 一个家庭 在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到底怎么扮演呢 一个劳动阶层的父亲 对这个女儿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下个阶段 我们再来聊 继续回到今天的 两岸ing节目 我是宛如 这一期节目 我们来分享的是 独立评论在天下的 两篇文章 好 第二篇 我们要继续请 独评的总监 云章来跟我们来谈了 而这一篇文章 我想云章自己读起来 应该更有感受 更有不同的感觉 好 标题我先念一下 等一下大家搜寻 可以一边听一边搜寻 就是标题叫做 我的黑手父亲 女儿写给做工爸爸的 申请告白 这是一本书 我看到这一本书 我也把书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书名叫做 我的黑手父亲 冒号港都拖车师傅的 工作与生命 出版日期就正好是在此刻 就是今年的11月份 那我去查了一下 作者谢嘉欣 以及他的这本书 还看到了 其实他就是一个 以在清华大学 社会学研究所的 硕士论文所改写的一本书 虽然大家会觉得 硕士论文很生硬 可是改写出来 你会觉得富有情感 好 云章姐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 我的黑手父亲 是 我一开始收到这一篇书摘 就是因为出版社都会寄书借给我们 然后我就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因为我对这个题材是很感兴趣的 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个所谓的黑手 不过我们家做的 跟他们家做的不太一样 就是黑手有很多种不同的指摇 然后我在 我就因为这样子好奇 我就开始读了这篇文章 他在讲他父亲是一个 托板车的这个修理的师傅 然后中间的很多故事 虽然我们的家庭背景不同 但然后我们家在北部 他们家在南部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他里面就是一样都会提到 就是说小的时候 爸爸就会说 爸爸妈妈都会说 你要好好念书 那不然长大之后就要去做工 这样就会跟我一样做工 然后他就会 但是我觉得 我要先说 这不是只有黑手父亲会讲的 我父母也会说 虽然我们不是这样子劳动阶层 但是他们就说 你如果不读书以后就变成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搭自己家 就是我们就不要污名化了 但是你就会觉得 哎呀怎么这么多父母 都会这样子恐吓小孩 但是呢 你们被恐吓 其实更有更深层的感觉 是是 就是这个作者很有意思的是 他就是讲他自己说 父母常说不好念书 将来就做工人 然后父亲回到家 就是他里面还写的很细致 包括说他们家有一台洗衣机专门洗他爸爸的衣服 因为很多重油 所以若跟一般洗衣机洗可能会 就是把家人其他衣服弄脏 所以他必须要单独 然后入门之前要先脱掉 可是他也讲到说他的父母亲 为了想要让他 可以有好的这个未来 虽然他们其实从小就让他学钢琴 然后也提供了他很多中产阶级家庭小孩才有的这些资源 而且实际上其实老实说做工的人赚的还蛮多的 就是他就说 对他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他们家也并不穷 只是说那个阶级的标签就在那里 就会觉得做工就好像是比较低级 那做办公室就比较高级 那我觉得我父母从小到没有给过我们这样子的概念 他们会觉得说这样的工作很辛苦 比如说从小我们是自己做生意 所以就是自己开店 那等于父亲母亲就是老板老板娘 所以我们小孩子就要做很多打下手的工作 要接电话要接待客人 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小的时候也会觉得说 做这些事情真的好无聊 我真的很想要逃跑 可是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也会不断的去意识到说 父母亲的这个工作 他跟别人家可能上班的工作 别人的父母的上班工作是不大一样 家庭的这个背景不同 但是做工这件事情真的 就是他特别污名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家长的恐惧是孩子们 会继续从事跟自己一样的工作是不好的吗 可是他们明明都把工作做得这么的好 然后这个也是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试图去谈的东西 就是说他其实他对于时间的分配 金钱的使用和未来的规划 其实都是很有想法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在他的家庭里面 慢慢被就是教养出来的 所以也并不是说 他也就是后来就觉得说 自己的这个工人阶级家庭 也没有真的那么的不好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总是被贴伤无名呢 他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后来学了社会学之后 他就常常喜欢用自己家人的工人阶级家庭来举例 然后他想要 就是有点想要为父亲平反的这种感觉 他就说有一次呢 他们的系管 在清大的系管要整修 然后呢 公告就写着说 因为近期施工工人频繁出入 请女学生注意自身安全 然后他就说 就他们就觉得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 然后就觉得好像 这是在暗示着什么 就是工人很危险吗 所以女学生要小心安全吗 然后就是 是觉得是一种 对这种就是 没有 没有一种民事 可是他其实就是很摆明的一种歧视 对那他 作者就在写到他小的时候怎么样去理解父亲 比如说他父亲为什么会去做工人呢 因为他父亲呢 就是从小是在农家出身 所以很早就农家在农闲的时候 就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爸爸就去学做土水 就应该是工程 对然后他妈妈也是学技术的 他妈妈是学 国中毕业就到台北学美法 而且在那个发展的时代 就是其实你只要有一季再生 你去很多的地方 你是都可以找得到工作 对 所以他就提到说 我的父亲其实都是工人 然后甚至他妈妈呢 小的时候 其实越收入不低 可是妈妈小时候总会跟他说 认真读书 不读书 长大以后就跟我一样 嫁人做女工 可是就是很奇妙啊 就是第一个 我们在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 当然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够阶级翻转嘛 就是向上流动的机会 可是他们也不一定是下 就是从收入来看 你看工人也赚的不少 因为他们也是靠自己的专业 可是那个名词 就是工人这两个字 就给大家产生好多的一种 对啊 可是你看在台湾 到底工人阶级的孩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无法翻转的污名吗 对 就是其实这几年 政府的确是有在开始 想要提倡 就是说技职的这个一技之成 因为其实台湾在这十多年来的 整个技职教育体系的一些改变 造成了蛮多问题的 就是说很多的技职学校 也开始鼓励他们学生 考检定考证照 可是他们其实就有点 轻忽了这个实作 所以我听过很多的 这个就是现场的人告诉我说 就是本来以为高职出来的学生 就可以直接上线 后来发现 其实他们都还在念书 还在考试 所以还是从零开始 就是简直就是在念高中 那实际上也不是念高中 因为他们念的东西 还是不大一样 所以台湾的这个技职体系 是一直在强调一技之长 可是工人却很少被视为是职人 其实职人的这个 不管你说在日本 或者是我们知道像在德国 就是他们很早就分流 所以他们有试图制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证照制度 所以一确就是 大家不会觉得工人特别的卑微 事实上工人的薪水 或者是他的工作的时间 有的时候其实是还更长的 就是一起白领阶级 比如说他有一样专长 我讲一个例子 因为我的爷爷也是工人 那我记得我爷爷在70岁 就是把店收起来要退休之后 那因为他的很多的工作 都是在基隆港的那个游轮的工作 港务局里面工作 就是他们有一些很难的工作 就是比如说游轮的某些船的这种 玻璃的装设 因为那个是在 其实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 他要承受那个海洋的那个压力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很精准的 这个装配的技术 所以他们就还会来拜托我爷爷 就说那个老师傅 我知道你退休了 可不可以再拜托你 但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找到别人做 或者是像在港边的那个巧试机 它是专门钓那个货柜的那种大的机械 那上面其实也会需要装设模拟 可是呢很少工人愿意接这样的工作 因为他要爬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个都是大概在10楼左右的 可是只有那一台机器 所以你一个人要跑那么高的地方去做这个工程 那因为我爸他没有居高症 而且他其实对这样子的工作 他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父亲也是在退休之后 就是他还常时不时就是会 有这样子的工作来特殊性 特别困难工作来拜托他 然后我都会拜托他说 拜托你都已经70几岁 你可以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工作吗 对他来说 或者是对当时70几岁的我爷爷来说 他们被找去做这个他们年轻的时候做的很好工作 带得走的能力哦 就是我比起我自己观看很多可能中产阶级或白龄阶级 他在离开了公司之后 他在退休之后 其实他的能力就无用之地了 因为那个舞台是别人给你的 所以你退休之后 其实反而就是你没有一个空间 你没有一个舞台 那你其实就是就回到了跟普通人是一样 或者是甚至你的专业是在日常生活上是毫无用处的 我自己会觉得说这种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他当然还是一个秘词 可是对于社会对于技职培养出来的人才 的确是没有给予同等的尊敬 然后大家就会 比如说我的工作可能是白领的工作 我弟弟是工程师 那我妹妹是一个设计师 那我父母就会觉得 把我们三个人都栽培到这个念头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 然后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那是他们就是作为工人阶级一个 就是让下一代流动一个很好的这个做法 可是同样的在我的家族里 因为我家族里很多人都是从事这样的行业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就是工人阶级的家族 可是我们这个家族因为就扩散出去 大家都有自己的在不同的地方都开店 所以里面有个有趣的是我的姑姑 她其实后来她们做的很好 所以我姑姑会来逆向收购她的上游 就我姑姑变成一个女企业家 然后我姑姑的小孩 她曾经试图想要把小孩送出国去念书 就是培养下一代的领导者 可是因为两个小孩都没有很喜欢念书 所以我的表弟我记得非常有趣 是我的表弟去到美国之后 然后上语言学校 可是他下课都跑去 他就偷偷跑去打工 他就跑去美国的那个汽车的那个玻璃店打工 去学他们的机械式 就是比较自动化的这个布里纸的裁切跟装配 那因为他在台湾本来就有经验了 在家里都会帮忙嘛 所以他去到美国之后就 他的速度是那个美国工人的五六倍 然后那个老板就非常喜欢他 就哦这个人太棒 英文讲的不是很好 但是非常会做 然后我的表弟也把那一套东西学了 然后后来甚至带你那个机器回台湾 那我们大家就在开玩笑说 就最不会念说现在赚最多的钱 而且他接下来就是也开始做公司管理 然后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我们后来就在想 我自己也觉得这很有趣 就是我那时候就跟我这个表弟说 哇这个没有想到 就现在其实是 我觉得是你是 就是你真的是继承家 也就是他就说 因为小时候大家都说不读书就要做工 所以我现在就只好做工 但是我们就开玩笑说 带你这个做工是最让我们羡慕的做工 云朗姐你还是去读书啦 就是你还是没有继承家业 叉叉 我没有 对对我没有 就是有点后悔这样 黑手对这个社会超有贡献的 其实我在读的时候 就也很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对我们自己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你都知道你的父母 就是踏踏实实的 很稳当的在做这样的工作 而且他们也可以在 比如说作者有提到 他父亲其实很喜欢音乐 然后他会弹吉他 就是他在闲暇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文的兴趣 那我父亲也是 就我从小 我父亲会带我去故宫 然后后来我们家境 就是稍微稳定之后 其实他也收藏了很多 这种书啊画 那那个是他另外的兴趣 就我小时候常常是看着 父亲在下工之后 把手洗干净 然后呢 他就坐到他的书房去开始书 很多样性 很有趣很丰富的 这些女儿们都站出来 帮曾经的黑手父亲说话了 是是 所以我自己看的时候是蛮感动 就说觉得 就是对 你看有不同的女儿 然后女儿今天她在清大 或者她在台大 就是这些女儿 都是可以勇敢的出来说 其实我的父母是黑手 可是他们做的事情 真的对社会很有贡献哦 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书写 这样子的这种 让大家看见 他会鼓励更多的 一方面是鼓励 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出来 其实还不需要自卑 那一方面是让这个产业 更被正面的理解 就是做黑手 做工人 如果你好好的做 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当的职业 所以这样子 我觉得才有机会去提升 那个技职的这个品质 以及技职人对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们每个行业的人 都可以肯认自己的价值 肯认自己在这个职业上面 对社会的贡献 那么我们才有机会 慢慢的去改变 那个万般阶下品 没有读书高 这样子的一种意思 这么多的内容 最后一句 大家向多力评论 在天下的网站去看咯 好谢谢云章姐 今天跟我们多的分享 谢谢 谢谢宛如 谢谢大家 拜拜